拜习首度面对面会谈拜登表明反对中国胁迫台湾 拜习会14日在印尼巴黎岛举行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1月就任以来首度与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对面会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当前中美关系不符合两国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 他期待和拜登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 拜登则说美中竞争的同时将确保不致演变成冲突 他并表明反对对中国对台湾的胁迫日益挑衅的行为 以及破坏台海与更广泛区域的和平稳定 至于中国是否可能侵略台湾 拜登表示不认为中国有任何立即侵略台湾的企图 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 期望见到台海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 德国副总理 中国入侵台湾将造成灾难性后果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伯克13日 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强调 中国入侵台湾将造成灾难性后果 哈伯克表示 从俄国出兵乌克兰看到区域冲突 可导致全球性的混乱 中国如果入侵台湾将造成更大的灾难 这绝对要避免 他说 我希望中国知道全世界都在看 他并强调 德国正努力分散供应链和市场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小马可市 东协国家共事台海争端需和平解决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市13日出席东协峰会表示 台湾海峡争端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市各国共事 这是非国政府最高层级对台海情势罕见的表态 菲律宾新闻部长办公室表示 小马可市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在台海议题上 许多东协国家遵循一个中国政策 但我们只想要和平 关于南海议题 小马可市说 包括中国在内 东协峰会与会者一致同意在南海议题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维护国际法规则 东北部防大雨中南部有误 19日观察热带扰动 中央气象局表示 今明两天水汽偏多 气温并未回升 日夜温差大 此外 东北部应防大雨 基隆北海岸花东也有较大雨势 中南部则有局部务 气象局并表示 预计19日起南海一带有热带扰动发展 加上东北季风再增强 台湾将再转湿冷 一直持续到下周 新台币爆天量狂升2.94角外资买超377.81亿今年第三大 美国通膨降温 助长市场风险偏好 台湾14日再度上延股会双涨 新台币强升2.94角 收在31.116元 创二个月新高记录 台北级元泰外汇市场总成交金额更爆出今天大量 飙上33.215亿美元 至于股市 台股14日延续反弹格局 中厂上涨167.34点 收在14174.9点 外资买超377.81亿元 幅度位居台股史上第七大 也是今年来第三大 中国推出旧房市16条专家 房企续命仍要靠需求支撑 中国官方为拯救房地产市场 11日发布通知 抛出16条措施 内容提到六大板块16条措施 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专家表示 现在看起来当局势在就开发商房地产企业 而房企续命仍要有需求支撑才行 推估接下来政府会在针对需求面做更有效的刺激 以鼓励消费者 一名在上海的房地产业人士说 金融16条是个政策方向 是否真能发挥实际刺激作用 仍要观察后续如何具体落实 亚洲七人感染球赛中国国歌便愿荣光归香港 亚洲七人篮球系列赛决赛13日在南韩仁川举行决赛 由地主对南韩与香港争夺冠军 赛前播放双方国歌时 现场响起于2019年与反送中示威相关的愿荣光归香港演奏版录音 而不是中国国歌 港府隔天便召见南韩驻港总领事表达不满 并要求彻查原因 港府稍早在14日凌晨已发表声明 表达抗议和强烈不满 亚洲橄榄球总会已向香港篮球总会致歉 但事发后不少港人叫好 并酸港府在抗议声明中 连歌名都不敢提 伊朗持续镇压艾米尼之死 示威联合国将开紧急人权会议 22岁伊朗库德族女子艾米尼 Massa Almini 因违反戴头巾和穿着得体的规定 9月死于警察拘押期间 引发长达数周的示威抗议潮 伊朗司法部门网站指出 当局13日公布了 跟参与暴乱有关的第一件死刑判决 这位身份不明被告罪名 是纵火烧政府办公大楼 扰乱公共秩序集会 且密谋违害国家安全罪 还有与真主为敌 犯下城市腐败 法新社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11月24日 针对在伊朗的恶化人权情况召开 特别会议 欧盟也将对伊朗扩大制裁 伊斯坦堡爆炸6死81伤 土耳其 库德族号站分子所为 伊斯坦堡闹区独立大街13日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6人死亡 81人受伤 土耳其内政部长索鲁 14日表示 这起爆炸攻击是由库德族号站分子所为 警方已逮捕炸坦克在内的22名犯贤 土耳其一名高阶官员表示 土耳其当局不排除这起攻击和激进组织 伊斯兰国有关系 纽时介绍基隆防空洞化身餐厅庙宇赞战争应激蜕变文化绿洲 纽约时报英文和中文网站 分别在6日和8日以台湾的防空洞 一个生存空间和一个死亡空间 及台湾改造防空洞把战争应激变为文化绿洲为标题 介绍基隆防空洞和基隆塔 内文提到 基隆市有近700个防空洞 其中一些已被改造成文化空间 由城市规划师艺术家和历史爱好者 将基隆的防空洞变身餐厅庙与电影院 进行城市改造和民房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